心电监测 心电监测是利用心电监护仪同时监测患者实时的动态心电图波形 心率、心率、血压、呼吸、血氧饱和度等生理参数 操作前准备 护士准备 着装规范、整洁、洗手 用物准备 心电监护仪导连线 一次性电极片 棉签 75%以纯 弯盘 操作步骤 携用物置床旁 核对患者的姓名、床号和腕带 安置体位 协助患者取舒适卧位、平卧或半卧位 放置仪器 放置仪器 妥善放置心电监护仪 接通电源 打开开关 心电监测 暴露胸部 暴露胸部 正确定位 清洁接触电极部位的皮肤 必要时先做局部剃毛 再用75%以唇棉签擦净 以减小皮肤的电阻 连接五导连心电导连线 正确安放好电极片 并固定好 重要提示 注意电极片粘贴位置 避开伤口 扳痕 锁骨下中心静脉导管 起搏器 在电除颤时 需把电极片移开除颤部位 密切监测患者异常心电波形 排除各种干扰和电极脱落 根据患者情况定期更换 电极片及粘贴位置 一般为24到48小时更换 五导连心电监护仪 电极片放置位置 右上RA 右锁骨中线第一类间 左上LA 左锁骨中线第一类间 右下RL 右锁骨中线内弓下 叶前线 左下LL 左锁骨中线内弓下 叶前线 中间V 胸骨左缘第四类间 转动旋钮键至导连选择区 按下旋钮键 旋转选择合适导连并确认 常规选择二导连 转动旋钮键 转动旋钮键至阵并调节区 按下旋钮键 旋转选择合适阵并确认 血压 无创血压监测 血压剂键带 负于左右上臂 键带上的记号或 Arteria正好位于红动脉上 缠绕松紧合适 可放进一个手指 按Start键 测量血压 转动旋钮键 把光标移到屏幕上 参数区中的NiBP热键处 然后按下旋钮键 进入NiBP设置菜单 设定间隔时间 重要提示 对连续监测的患者 必须做到每般放松 一到两次 为成人儿童测量时 注意锈带 压力值的选择调节 避免混淆 患者在躁动肢体痙磷时 所测得的数值 有很大误差时 误过频测量 血氧饱和度监测 详见血氧饱和度监测 选择调节心电监测模式 选择心电监测模式 导联 调节阵符 扫描速率 保证监测波形清晰 无干扰 调节血压监测模式 监测间隔时间 调制显示主屏幕 监测心电图 血压 血氧饱和度 呼吸 合理设置各监测 参数的报警界限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设定各报警线 打开报警系统 整理 整理导线 协助患者取舒适卧位 询问有无不适 整理床单位 将呼叫器置于患者可取处 洗手 正确记录并签字 填写设备运行记录本 健康教育 1. 讲解心电监护的目的 2. 告知患者及家属注意事项 1. 告知患者及家属 不应擅自调节心电监护仪 以免 1. 物观各项报警 导致患者病行异常时 为报警而耽误及时发现 发生意外 2. 使用不当造成 心电监护仪的损坏 2. 禁止在心电监护仪周围 使用电子移动设备 防止造成心电干扰 3. 告知患者和家属 不要拉扯导连线 以免扯下电极片 和扯断电极线及导连线 4. 心电监护仪周围 避免放置水杯 水壶 以免不慎将水 泼洒到心电监护仪上 造成短路烧毁设备 3. 季电监护仪周围